大家好 又到了9月份大愛 我知道8月沒有大愛 因為生病了 爸爸進了醫院去旅行 沒什麼試新產品 9月份都不是試了很多新產品 試了新產品就要留待10月跟大家分享 所以不太多美容產品 但有很多生產品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今個月喜歡的產品應該給大家一點新鮮感 如果有興趣就看下去 第一個很迷戀的是澳洲的品牌 也是新入Pubme店 為何這麼迷戀的品牌是Luke這個品牌 Luke Lipstick 我現在都用了Cranberry Citrus這個顏色 大家聽到是水果名 它基本上是食物級的 因為是由食物吸引起 用食物的原材料製造 所以變成很天然 很健康 很潤 例如怕用很多化學東西 或者是准媽媽 甚至是餵人奶 你擔心在嘴裡 擔心唇膏吃掉 對身體不好 你可以選擇這個品牌 因為這個品牌非常安全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賣點是什麼呢? 它很潤 我第一次試的時候 很驚訝 唇膏我塗很多 如果你推廣4個小時都不覺得它乾 的話我很少見 當然因為它卸貌所以會脫色 喝水吃東西的話是會淡色 但如果我咬嘴很乾的時候 我想那支潤的品牌 就不管它是否脫色 沒有兩全其尾 因為又要潤又要不脫色 不是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品牌非常非常好 我記得現在有6個顏色 我會放試色圖在下面 應該是我們Instagram 放在下面大家可以看看顏色 我現在用這個顏色是比較出色的 橙紅色 有點紫紅色 有點紫紅色 有些顏色會比較淺色 因為它的色彩膜是要做比較淺色的效果 所以有一點有色潤唇高的感覺 但有些顏色是比較淺色的 大家可以自己看喜好 另一個化妝品就是這個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去年還是今年年頭 我有幾個影片關於日本必買 其中一個是Cezanne這個品牌 在日本很多drug store都會找到它 而價錢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我之前已經評論了這個粉餅 所以我不會長期 為何我今個月這麼喜歡它呢 話說我很成功地用完MAKE UP FOREVER的粉餅 所以我要抽出另一個粉餅 所以我就抽了它 我貪它有點顏色 粉感不太多 亦比較持久一點 所以我就超過它 一邊用一邊覺得這麼便宜的價錢 有這樣的效果 為什麼不 而且我主要是粉底粉 你可以當它是粉底粉 但我皮膚乾就不會這樣用了 我通常塗完自己的粉底粉或霜底粉後 我用它來設定化妝品 感覺都不粉 所以是非常好 如果想看詳細的評論 我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可以慢慢去研究 如果大家有很緊密的追蹤我 都知道我多開了一個新頻道 專門說文具、手帳、畫畫、時間管理 話說我的inspiration在哪裡來的呢 其實我一向都很喜歡這些東西 但我沒有正式去研究、做 又覺得自己沒有時間 但我經常都是那句 如果那件事對你來說重要的話 你會找時間去做 時間每個人都只有這麼多 究竟忙了在一些很無謂的東西身上 還是去發展自己的興趣 我今個月都蠻成功地選擇Demelope Inspiration是有一個YouTube頻道 我會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去瀏覽一下 話說我不知如何按一下 我就按到Lolalane的頻道 Lolalane是一位馬來西亞的朋友 她是做手帳的、做journal的 她有很多journal with me 她玩journal已經是出城入化的階段 而且她用Watercolor去畫食物是非常非常美的 我也在Instagram跟她聊了兩句 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友善的 大家如果喜歡手帳、喜歡做手作仔的話 可以去看看她的頻道 因為她做的東西都非常非常美的 很inspiration 看完她的頻道之後我又激起對這件事的熱愛 所以我九月都有大部份時間創她的頻道 其實八月或九月應該這樣說 之前我去東京之前是不斷創她的頻道 所以是我最喜歡之一 然後她用Travelers Notebook 我很早之前已經有一本Travelers Notebook 但坦白說,當時我不是很inspire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想要就給她了 然後看完別人之後我自己也很燒 燒到成品買了一本 我已經開始做手作仔 我亦都覺得很療癒 大家有看東京Vlog都知道我有吸引 然後我裏面都做了兩版 如果大家想看這本產品的發展 就追蹤我的新頻道 就是說手帳、文具等等 我會連結它下面 喜歡就訂閱吧 你不喜歡的我亦都不想在這個頻道彈彈那些影片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應該看得很煩燃 所以我就寧願開一個新的頻道 是專門說的那些影片 因為很貪心 我不知道你們是怎樣的 我自己覺得是一樣... 可能有些人看起來是很浪費時間 將那些東西剪貼貼、搞路、畫公仔等等 很浪費時間 但我覺得這個世界上我可以做到 但又很療癒、很減壓的東西是多的 其中一樣是畫公仔、貼貼紙、寫東西等等 我都很興奮將這本產品用我的東京之旅填滿它 可能你又說看Vlog就可以了 想知道就再看 我覺得不同的 有些東西摸是實在一點的 而且這個Travelers Notebook已經成為我的大愛了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東西 你又會去日本的話 尤其是東京 因為Travelers Notebook在其他地方是沒有分別的 在東京有三間 一間是Vlogs 東京站 另外它有一個Flagship Store 第三就是Narita Apple 你可以去看 因為比香港的價錢便宜很多 甚至有些淘寶都會有代購的 大家可以去看 我當天開這本Notebook的時候 Water Color我未畫下去 但我看LOLA LANE應該都不會過底的 我用一些面膜、顏色不油的時候都沒有過底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Notebook 而且它繡繡長長的,異於攜帶 而且它裡面大家看到我現在只有一個面膜 其實是可以加的 你可以加多一本、兩本、三本、六本 我都有看過,所以都是很Flexy的 接著就到這個相機 這個FUJIFILM SQ10 即影即有相機 還有Digital Camera的雲合體 其實去年已經推出了 但我去年就不太燒 因為我又覺得沒有了那些興趣 別人的即影即影又是要不知它出來怎樣才是興趣 你這個都不是 所以後面的鏡頭已經大大看到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但因為Journal這件事令我花很多錢 有一個興趣的時候就會花錢 我看一看的時候我就覺得不是啊 這個拍完之後我起碼不會浪費電影 不可以的就刪掉它 不需要刪掉出來浪費電影 我覺得這個也有度好 是少了那個興趣 但反而我覺得可以選完相片才會刪刪 反而是沒那麼浪費的 這個我九月去東京的時候都有帶著去 都有用,亦都刪了很多相片 等貼在notebook那裡 我都覺得不錯 當然如果你想看這個相機的review的話 就要去我新的檔攤去Subscribe 因為你們request的話 我就會做這個相機review 以及如何使用 另外這個是我買了很久很久很久的 Vivienne Westwood 小小是Coin Bag 但在前面可以放到一些卡 如果你追蹤了我很久的話 你可能會有些印象 因為當時我預告我買了之後 其實很多人都跑去找 這個我現在才想起 有點像 其實現在才想起 其實我每一次旅行都會用它 非常之好的一個大錢包 因為這個位置可以對接錢後放進去 你拉鍊錢是不會頂住你的 它的高度非常之好 無論我去英國日本 我基本上都是把那些錢對接後放進去 連香港那些錢都不會頂住的 所以我經常都拿著這個去旅行 前面可以放進去身份證 我覺得它很耐用 雖然說真的我經常去旅行才會用 但我完全沒有親愛它 至今都非常新 不知道它現在還有沒有這個款式買 甚至會不會有這個款式 但可能不同顏色 我覺得都值得去看看 因為這個卡住小錢包我用很多 但我覺得這個是省位之餘 你知道去旅行要省位之餘 省位之餘是很實用的一個小錢包 裡面還有這個可以扣鎖匙 但這個我沒有用的 我通常都是那些省紙和錢都會倒進去 連那些碎銀都會倒進去 所以它位置夠大 找東西都不會覺得麻煩 這個我又要特別提一提 是最愛的 其實應該是旅行最愛的 但每次都... 因為可能有些東西太適合了 就不覺得它有什麼特別 但我想深一層又值得提一提 還有如果你有看大阪的購物 即是我跟店上買到瘋了那次 你會記得這個 這個在二手店掘回來的很便宜的LV袋 有人告訴我它叫做reporter bag 我之前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這個款式 我看到有人戴但我沒有特別心急 東京這個旅程我帶了它去 非常之大 非常之實用 我每天都揹著它 因為說真的 我除了有這個錢包要放錢之外 我還有剛才SQ10的鏡頭 Vlog鏡頭 護照 紙巾 淋淋滋滋滋很多東西 這個可以放到又可以 又不會迫 又不需要疼 做Flybag都非常足夠 我可以放到所有要裝的東西 還有我斜背 之前都揹過給大家看 斜背是剛剛好 因為它是Canvas帶 所以又不會硬到 我想這個都值回票的 因為這個已經給我 預算是我的將來所有旅行的Travel Bag 我不用再因為去旅行而買手袋 我現在先說了 我不用了 我只用它基本上都已經很好 尤其是去旅行的時候 其實我以前未做YouTuber的時候 我去旅行是新興如宴的 很小的袋我已經夠了 但因為去旅行有自己屁股行政樓 就變了有很多不同的相機、Mac Gadgets 要帶 所以都要一個大一點的袋才可以放得下 鞋子 大家有沒有看我Instastories 我對Favorite Gucci 我經常都穿那雙銀底那雙 已經被我穿爛了 穿爛了就要shop my own wardrobe 看看有什麼其他東西可以取代 其實沒有什麼鞋可以取代 那雙鞋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但是I got a choice Dior 這雙應該叫Dior One的波鞋 它有這個白色底黑色的 而且好像有一雙黑色底白色邊 這一雙跟Gucci那雙的樣子差不多 都是比較收場的一雙鞋 這雙也是皮的 唯一這雙不好就是很高保持 因為它是白色的 我每次穿完之後回家都要找紙巾類的物體 它沒有酒精那些濕紙巾 每一抹到它乾淨 我現在又看過幾條花痕了 Bear Professionist 這些東西就是會硬我眼 但不要緊要 鞋是要穿的 也不會太頸疼它 因為太頸疼的時候 我覺得那件事就會不開心 你經常外出穿鞋 看著自己的鞋 有人問有人踩到我嗎 有人踩到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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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很大壓力的 我放鬆一點穿這雙鞋 我覺得它很舒服 後面這些位置沒有硬 雙鞋都是可以硬的 沒有硬 底部很舒服 夠厚 也很修長 所以這個Dior的鞋 就榮升Gucci那雙的代替品 其實Gucci那雙都不可能取代 其實我是在找有沒有可以買 因為我喜歡到的程度 如果可以買的話 我是會買的 但很多Gucci店都已經售貨了 因為不是新款 都很舊 都售貨了 所以我就欺貨一點錢 在家裡找個對代替品 Dior這雙都很好 最重要是舒服 因為這雙鞋走很久 底部夠厚 所以不會覺得很硬 腳底 或者腳底下火燒 或者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都是很高 店長看到這段應該會很開心 是否一兩年前 我都不記得 在聖誕的時候送了這個蚊燒糊 給我 我之前都說過 這是他給我的禮物 但當時我很少煮東西吃 我覺得不開爐什麼 有點難搞 所以我坐在這裡 好一陣子 後來有個客人上來我們客人店 聊天後 他就說他用這些蚊燒罐類型的東西 做飲料 後來我就說做飲料都可以 所以這期我迷惱什麼 連食材都是店長幫我買的 因為我不太會買這些 所以食材都是店長幫我買的 我現在開一開熬菜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嗅到就好了 我不敢賭那麼淺 我怕賭東西 大家看到有些杞子 紅棗 還有龍眼肉在裡面 好香 因為店長這麼好心 幫我買了食材之後 我就不停焗 不停焗水喝 我覺得都蠻不錯 因為有時候在家喝水喝到口掛 所以我自製這些東西 大家有什麼餐廳都可以發送給我 因為野飲比較簡單 我也是喜歡開過龍尼炒 所以這個我會用來做野飲 我今個月都喝很多 所以都是非常好 很方便 因為你叫我開熬水 放一些東西下去煲 我怕我煲一下就忘記了 因為我通常在工作 這個我沒那麼擔心 沖水下去蓋上蓋子 幾個小時後喝得很好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都自己去看 如果大家在公司工作 想帶飯的話 都是非常簡單的 我的同事都是給店長 一人燒了一個 他們早上把東西都放進去 蓋上蓋子帶上班 然後到午餐時便可以吃 上網也有很多餐廳 我都很推介給大家 因為是方便的 如果大家看到這裏都未被悶死的話 我也有一個開心事想分享 之前大家看Vlog的時候 都看到我會去Diamantay Purchase買東西 甚至和他們合作 去介紹新的collection給大家 其實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個品牌呢 因為它是一個輕珠寶的首飾品牌 而那些品牌是耐的 也是鑽石 只不過是碎鑽 但它的價錢很便宜 有時候買鑽石不用大顆 所以有時候它比較小顆 看起來更加清晰更容易搭配 我都很喜歡它們的款式 因為不同的collection有不同的範疇 還有大部分的產品都是小小顆 有時候搭配幾條也是非常好的選擇 我看起來是比較豐富的 我年輕時就很喜歡的產品 大大塊越大越好 怕別人看不到自己 但是到現在年紀大了 我會比較低 越細越好 可以搭配幾件 比較豐富的感覺 好像這隻手牙 其實我都買了很久 之後也戴了很久 一直戴完之後都沒有脫過 大家看到整隻都是鑽石 碎鑽石 我記得當時是四千多元 但我覺得這四千多元已經值得表格 因為沒有脫過 好消息是什麼呢 好消息是 我跟他們組合 我帶了個Discount Code 給大家 Discount Code很簡單 我放在平板上 就是HuckMe全部細草 100 大家一看到都知道 這個Code是VALID FOR 2018 2018年未來的幾個月都可以用 但只要上網購物才可以按這個 就有5% 暫時在店內是用不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上網購物的話 也喜歡他們的東西 看開的話 有東西想買的話 甚至乎未來的聖誕、生日等類型的節慶 想買東西給自己或是想買東西給別人的話 如果你上網購物的話 很激動 差點沒寫 如果你想上網購物的話 記得入Hugme100那首歌 你就會有9月5節 說到差不多了 說到我都起咳了 我有點餓了 我先去吃東西 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